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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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蘭 你怎會在這裡?我叫你在河邊等我們 沒有,我見這麼久不見你 就來找你,對了,小婷呢? 你沒見過他嗎?我們走了不久 我就叫他回來找你 小婷有沒有跟你說甚麼? 說甚麼? 我…沒有了,我去找他 我和你一起找吧 免得一起找到小婷,我見了你 小婷,你去哪裡? 我去找桂蘭和小師兄 我們約在這裡等,不過他們還沒到 會不會是草藥難找? 那桂蘭呢?她應該早來過我的 是呀,我怕他們出事 那我陪你去找他 不用了 但荒山野嶺這個女孩到處走很危險 我陪你,好嗎? 走吧 好嗎? 沒事了,快找出口吧 荒山野嶺這麼高,又沒力氣,很難上去 你看,你那個人還沒出口嗎? 這麼黑,怎麼看都不像 上次偷藥那個人 人家沒有留在這個地方 蜘蛛呀 蜘蛛而已 怎麼了?我身上有蛇嗎? 怕我還怕我像蜘蛛 你就是你了,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不就有些人來救吧 蜘蛛而已 蜘蛛呀 哪有呀 你只是蜘蛛而已 王飛好 師兄 小師兄,那個蜘蛛 那邊 小師兄,Gran 王飛鴻 小騎,我們在這裡玩救命 快救我們出去 你們有沒有事? 我們沒事 沒事 你不用緊張 等債人我們很快找人來救你 等一等 你們有沒有事? 沒事 什麼沒事?你叫山妖 山妖? 光天白怎麼有山妖的? 我們快走吧 是呀 小婷,還給你 這個公仔不像你上次給我的公仔一樣 剛才我在下面撿到的 我想拖藥那個人一定會下去 不如給桂蘭吧,我們就一人一個 那送給你 小婷,今天放假了,幹嘛回來? 沒有,我看沒事做就回來 你好像有點心事,告訴我嗎? 沒有,哪有心事 對了,為何今天這麼早下舖? 我打算做一個小事,要不要學? 沒有 我問問你了,骨碎補有什麼用? 骨碎補,聖苦,溫,歸肝神經 骨碎補能行血脈,軸筋骨 療傷止痛,致甘瘡傷筋斷骨 配合自然同抹藥等同用 又背得挺熟 多虧爹平時過抄藥方,我才這麼熟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後爹罰你抄藥方 骨碎補,你不要吹聲,好嗎? 要不呢?最近骨碎補真的少了很多 你不要去摘嗎? 我有去摘,不過今天不小心掉下山洞 我掉了一點 上次我上山採藥的時候 又被人偷了 不過好人好者,偷山草用來幹什麼? 人來偷,一定有個用處 骨碎補也不值錢,就給人家方便 好 真可憐 怎麼樣…還通不通? 沒事…打擊罐而已,我照顧就沒事了 阿嬤喝茶 你真用心,怎麼會被人抓住 真是我們簡家的面子被你刺激了 你們簡家的架早就刁清了 還可以刺激嗎? 現在我們倆華孫說話又關你的事 難怪你這間茶屋又這麼拍烏鷹 現在拍烏鷹是關你的事嗎? 現在嚇到你了嗎? 在這個時候,你這樣跟客人說話 我看你這間茶屋不值得多久 還撿了一盒 你別像老闆在這裡 你現在說話… 阿嬤… 算了,不必跟這些人吵架 什麼這些人那些人?我是哪些人? 說吧 好了,我算是個好男人 就不跟你吵架了 他像好男人嗎? 我真的,又哪個不像好男人? 好男人,好男人像他嗎? 好男人會經常黏著阿嬤 顧著那個武館的名字 黑黑白白的嗎? 好男人是應該仗義在人,慰文請明 對自己的兒子有很高的要求 好老婆,你別再詆毀我的孫子 阿嬤… 喝酒不是好男人 你扯飽吧 我還沒喝完茶不喝 我跟你在其他地方喝 這裡的茶很難喝 是呀,我看 不喝你的茶… 你吃吧… 你看你多閉嘴 我還不吃,媽媽,你走呀… 老闆娘,你說的那些好男人 到底是誰? 嘉賓,你很空嗎? 我現在真的很空,老闆娘 你看,這幾天 每天都得過三兩台生意 這樣下去 真是被奸人見阿嬤廣眾 停閉嘴就行了 這天最壞的是我的不中不西 學洋鬼之餃西茶 還放在當中,被人喝喝喝吃 搶了我的生意 不如這樣吧 我們也照樣做碗 擺攤攤試吃 這樣或許會撐回生意 我用來攤試吃? 買來試吃吧 我們雲來的蝦餃燒賣很有名 包裡吃個番茄味 過來,這位客官,來,試試… 在這裡 這位客官,過去試試點心 不…我們去咖啡店 點心,明明 我們還有很漂亮的陳年靈寶梨 好喝,好棒 去呀…快點…試吃… 你怎麼學茶館在這裡做試吃? 是呀,放眉腸的生意 CopyCat 甚麼劇? 是不是我搶了你的生意 你要武鞋玩劇走? 我說你只會抄襲人,沒有創意 我才知道你有沒有創意 最重要是我有生意 駕駛 這麼老闆,什麼事? 就是茶館的女人 學我搞試吃搶我的客人 那這封信,你有沒有心情看呢? 是Jean,我等了她的信很久了 收到封甚麼信?開針成狗 是二小姐在外國認識的朋友 是男朋友 她說她來佛山,過幾天就到了 已經沒見過一年了 寶姨,為何你的朋友的名字這麼有趣 叫甚麼?阿桑? 是Jean,是法蘭西的名字,Jean Jean 你交了一個法蘭西的洋人男朋友嗎? 她是中華人,但在法蘭西住了很多年 經常聽到二小姐提起她 我真的很想知道,看看她是甚麼樣子 她呀,她很友善,很紳士,很友善 那就是好甚麼? 好人 爹是好人,好人? 好人會嫁女孩子叛逆父母之名 背棄婚用嗎? 我根本不喜歡爹娘安排我嫁的人 就算沒有Jean 我也不會接受這段婚姻 女子講求,三從四得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 父母安排了的事,你就一定要接受 那姐姐還不聽爹娘說,嫁給你了 她擔心是對的 大小姐當年是自己選擇老公 就選到這樣的下場了 寶姨,其實爹也是擔心你的終身大使 寶姨姐,爹是嗎? 我不是怪姐夫 但你根本沒見過Jean 你不可以對他有偏見 女孩子人家是要戴眼識爺的 好,你喜歡不喜歡他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喜歡,對嗎? 黃師傅 黃師傅,你來這裡幹甚麼? 我知道最近你做文團教練很辛苦 等於帶了一鍋湯來給你 俠徒腰果紅族,撞腰補身 不用了,無功不受錄 怎麼會無功不受錄呢? 你做文團教練 為我們佛山的百姓勞心勞力 一壺湯而已,你受得起有餘 就當是我代表佛山的老百姓慰勞你 飛鴻,你也有份的 我也有份? 是呀 不用了,留給爹就行了 來吧 就算姐夫想喝湯,也不用勞煩你 甚麼解陽鬼子都要煮中國湯嗎? 俠徒補臣腰果壯腰 不知道你又要不要 不用我們小姐曉,我懂就行了 不過我不會煮下家貨的 我煮的就是人心抹花膠 還要最漂亮的那種 這樣煮出來才是最滋潤,最薄 是呀,娥媽 貴的東西是未必好 我煮的湯雖然不是貴的 但最重要就是適合而有 你煮了湯,送上碗,獻了引勤 到底是甚麼居心? 甚麼居心? 現在黃師傅為我們佛山的老百姓 勞心勞力就煮湯給他慰勞一下 他而已,比別人煮西茶過去喝 我說你對黃琦應有居心 你不能真實在,你喜歡我姐夫? 就算是,也與你無關 與你無關,不過姐夫 也不會喜歡你這種女人 姐夫…黃師傅,姐夫 爹,待會出場後我會找世榮 你上面上山採點藥 來吧,你說待會認婚之後 那三個女人吵完了嗎? 我想,你們最好還是喝完茶才回去 甚麼事這麼熱鬧? 沒有夫人搞放森大會嗎? 沒有夫人? 春梅,替我派些紅包給大家 是,夫人 小心 對不起,夫人,對不起 不要緊,給你多個紅包 謝謝,夫人,謝謝 對不起 看路 好啊 雕蟲小記 我的發簪 是呀,莫夫人,剛才那是爬手 這次我幫你拿一支發簪 下次你小心點 那就是謝謝你,姑娘 傻了,只是舉手之勞 你幫我拿一支發簪,我應該報答你的 不用了,莫夫人 其實我幫你拿一支發簪 不是為了打賞的 是呀,那請你喝一頓茶也要吧 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 我叫張桂蘭 原來是張姑娘 別叫我張姑娘,叫我桂蘭 每個人都是這樣叫我 桂蘭,我覺得你很面善 我不知道在哪裡見過你 你見過那個人在大廟扶你那個男生 記得那個人是你貴親 那個人就是我 原來是你 是呀,那為甚麼你會作男裝打扮呢 沒有,是我姐姐教我的 因為我姐姐做事那裡 女生出現不太方便 所以我扮男生 你還有個姐姐嗎 是呀,我們倆一起生活 我姐姐很疼愛我的 那你父母呢 他們已經不在了 真是對不起提起你的傷心事 不要緊,我們都這麼久了 莫夫人,你心裡很誠心 上次見到你就去拜神,這次就放生 那拜得神多,自有神秘有 我也希望菩薩保佑我心想事成 莫夫人,你這麼好人 菩薩一定會保佑你 莫夫人,你要的白糖糕來了 是呀… 桂蘭,吃了… 謝謝莫夫人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白糖糕 因為覺得很好吃 我也是 是呀, 我來這裡一定會叫白糖糕吃 這次的特別好吃 真的? 你喜歡吃齋嗎? 初一十五, 我也會去廟道吃齋祈福 你如果有空, 你就來陪我 好呀, 如果我西茶館不可以做 我一定會來陪你 好呀, 吃東西… 好呀, 真是好生意 這個公仔你怎麼得來的? 你怎麼回事? 我只想知道這個公仔你怎麼得來的 我怎麼會告訴你? 是呀, 不要告訴這個女人 我怎麼知道 什麼這個女人? 要不這樣, 我給你錢 你就把公仔給我 然後告訴我你怎麼得來的 不要賣, 又不要說 這個女人說我真的不是好男人 又欺負我這個老婆 我欺負你? 是三婆叫我不要賣和別說的 三婆…上次就當我不乾, 當我不穿 得罪了你,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怪我 最多這樣, 你以後來雲來喝茶 我不收你茶餐了 我一向去喝茶也不用付錢 那你想怎麼樣?三婆 想?想你倒貼 倒貼? 我們吃多少東西, 你就給我多少錢 那你豈不是好過去搶? 是呀 這個公仔我也很喜歡 不如也送給我吧 一言為定 是呀, 給他一個公仔 究竟誰給你一個公仔? 沒有, 不想吃水果汁而已 謝謝 謝謝 別跑了 快走, 別走 你的腳受傷了, 我給你看看 我忘了, 我只想看看傷口 讓我看看, 小心 你還有半天就臉拔出來 怪不得這麼腫 忍住, 我幫你拔 我現在把你撕掉了, 應該沒那麼痛 不過這樣還是自表不自判 不如我馬上帶你下山見我爹 你兒子, 你兒子, 你在哪裡? 你認一下我吧, 你兒子 你兒子, 照看這個臭丫頭不會騙我的 你兒子, 你在哪裡? 我知道你在這裡, 快點出來 你兒子, 你在哪裡? 你兒子 你兒子, 你 Jordi 難道是你舅舅? 黃師父, 寶芝林下班了 看病的明天請坐 我不是來看病的 麻煩你叫黃師父出來 有甚麼事就說下 是呀, 記得的, 不就幫你通知他 本來告訴你們也不要緊 不過這件事 就是我和黃師父兩個人之間的事 當然要當面說才好 有甚麼神秘不可以告訴我 總之與你無關 你是他兒子, 不是他老婆 告訴你不告訴你, 有甚麼奇怪 這房子是我的 現在我不歡迎你, 你馬上走 我也沒說過來找你 或者是你歡迎不歡迎 你這個女人挺不要臉的 我不要臉?我來找黃師父 你現在怎麼這麼兇? 你真是不害羞 我留下這個人出來 黃師父, 你來得正好 你們兩個女人不讓我見你 姐夫, 這個女人在我家大吵大鬧 甚麼意思? 甚麼大吵大鬧 如果你早點讓我見黃師父 就不用吵架了 你說我們聊天啊? 你這個女人也挺野蠻的 我… 別吵架, 你來找我究竟有甚麼事 黃師父, 我找到你的小狗了 那他現在在哪裡? 他在山上, 我帶他去見他 你上次說他在那裡, 結果呢? 上次說上次, 這次真的 我現在回民團, 不空跟你談 黃師… 你以後所說的話, 我一句都不會聽 黃師父, 看我媽媽有句話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甚麼意思呢? 二小姐, 有版給你看的 說公仔不用畫出腸子 我一定會證明給黃師父看 我沒說謊 好, 行隔不送了 你們要記著, 時刻也要提醒十二分精神 一旦發現山賊的, 用哨子通知其他兄弟 大師兄, 我們中二堂的兄弟 個個都有責任心 不像其他人一樣, 你放心吧 黃師父 好, 我們來的目的是保護村民 以大局為重 因為該都是世人 szcz؟ 照顏Freunde NO idea 我們來的牌, 談羞 好, 我 leursamos 這個月ule父 contains tremendous 忘記, 你 Gonche 是她的 說人家的 快點 走 走 別追了, 可難喝了 走 押他們下去 黃師傅, 這些山賊死口不招 本官真的沒辦法了 張大人, 既然這些山賊已經有所行動 他們人數不少, 武功也不弱 但憑我們民團的力量 是沒辦法將他們制止的 希望張大人盡快派人協助 本官也很明白 但是增派人手不是本官作主 但本官相信今天黃師傅大險神威之後 那些山賊不會再來搞事了 張大人, 我和他們的首領交過神 他的武功並不在我之下 照我所推測 他們這次只是來探路 很快就會捲到重來 黃師傅, 我不跟你說錯了 本官已經要求增派人手來佛山 不過在緩兵未到之前 就辛苦黃師傅和民團的人 張大人 這樣吧… 為求黃師傅安心 我馬上寫信要求他們盡快增派人手 黃師傅 今天還來打擾, 真的不好意思 請坐 請坐 黃師傅找莫茂有什麼事呢 下去的話我就不說了 我這次來是為了近日附近山賊華行的事 山賊?黃師傅應該去找地方衍門才對 實不相瞞 我和張大人說過 希望他能夠多派人手去保護村民 但是他說人手不夠 黃師傅, 萬一山賊再次襯襲的話 一定會造成更多的傷亡和損失 我實在是沒辦法之後 才來打擾王老闆 那黃師傅要再做些什麼呢? 希望王老闆跟張大人說 叫他儘快多派人去保護村民 以免這百姓受到山賊之擾 好, 黃師傅 你儘管放心 這件事我和張大人商量一下 請坐下代百姓多謝王老闆 黃師傅, 千萬別客氣 為地方鄉裡做的事算什麼 何況我曾經答應過支持民團 那這件事麻煩王老闆, 坐下告辭 請黃師傅 黃師傅, 你還想住個女兒嗎? 你說如果我們的女兒還在 今年也應該有十八歲了吧 夫人, 你放心 我會派人盡力去找女兒 我今天見到那個女兒 他跟我說很頭緣的 他又是十八歲, 你猜會不會是… 小心又是那些招搖撞騙的人 不會的, 他很乖, 很純品 我給他錢, 他也不肯要 總之要小心 見到他, 我不期然想起我們的女兒 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子 你猜像我還是你呢? 夫人, 已經十幾年了 你總是放不開的 那個是我們的女兒 你叫我怎麼放得開呢? 多年我們窮, 身邊什麼都沒有 唯有撕開這半個麵粉袋 包著它, 放在街上 我們真是對不起那個女兒 夫人,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 我也希望我女兒尚在人間 別想太多, 早點休息吧 桂蘭, 當年爹在家撿你回來的時候 你就是給這半塊麵粉袋包著 爹希望你憑這半塊布 可以迎回你親生爹娘 你好好地收買它了 桂蘭, 為什麼看著這塊布 沒有, 我想回以前的事 阿齊跟我說 說義父撿我回來的時候 就用這塊布包著我 如果你找回你的父母 就可以憑這塊布跟他們相應 就算我爹娘真的在山 也未必記得我這個女兒 何況這塊藍布 沒有, 如果你爹娘未死的話 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們 他們還會很疼你 你凡事都是向好那邊想的 凡事一定有希望的 小師兄也這麼說 對了, 你好像還沒跟你小師兄說 說什麼? 說你喜歡他 其實這些事不用說出來的 是嗎?為什麼?那你不說他怎麼知道 其實我已經很滿意了 他又對我好, 我也覺得挺好 被你氣死的 為什麼你一定要我說 你好像像在像我一樣 不是, 我們是好姐妹 我當然想你好 放心吧 分不住爹 你一定會擔心張大人不會派兵 雖然我老闆答應找張大人 雙能派兵的事 但我還是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 我們是民團 民團現在的人手根本不夠 有武功跟體的根本不多 萬一他們真的帶他進攻的話 我們一定抵擋不住 那個張大人也是 明知道就有山賊 阿金又愛你不理你, 看不到 到頭來, 不然老百姓受害 就這樣了 如果做官 每件事都為老百姓著想 那就天下太平 那我們應該怎樣? 盡力而為 爹, 不如我叫秀瑩和阿蘇 加上巡邏吧 他們的功夫進門得這麼快嗎? 也挺快 是 其實爹早就知道你教了他們的功夫 我現在不是罵你, 我只是想提醒你 別以為自己多練幾年功夫 就可以做完師父 我知道 不過我看他們對功夫有多好興趣 那當強身健體也好, 當旁阿蘇也好 我就把我認識的事交給他們 我真的沒想過做師父 你認識這樣想就好了 其實爹根本不反對 大家集合去強身健體 到適當時間, 都可以為地方做些事 就像這次對付山澤那樣 不如這樣 好, 以後你們練功不要練得這麼厲害 回來怎麼樣? 真的嗎?那就好了 你知道爹, 說謊真的很辛苦 說謊根本就不合 是的 莫老闆真是有本事 只是開句話, 馬上多了官兵來巡邏 當然了, 莫老闆腐甲一方 官府也要給他幾分賭面 最重要是你們肯做自己的本分 你們怎麼搞的? 怕你巡邏, 不怕你射王 不要, 官爺, 我求求你, 官爺 這些已經是我的全部的財產 你拿光是不行的, 不要, 官爺 走開, 站住 甚麼事? 應該是我問你甚麼事 甚麼事?不要 你是身為朝廷的官兵 竟然知法犯犯, 快給我放下這些東西 官兵不用吃飯嗎? 你們找我去做事, 當然要給人家倆 你這樣做, 跟山寺有甚麼分別? 你再這麼多話說, 信不信我鎖你回去? 說甚麼? 沒事吧?我們走 算了…官子倆的口, 我們不夠爭辯了 監督修爺, 別再去吵 我回去跟爹說 你們繼續巡邏, 我有些事要做 飛鴻哥, 不要, 你別找他來算帳 對, 一起, 我不會這麼衝動 你去鴻哥巡邏 讓我替你看一隻腳 痊癒了很多 應該替你放了那些籠 敷了幾天的藥就沒那麼腫了 忍住 你沒事吧? 我只是覺得你懂功夫 不懂… 不懂了… 不如這樣吧, 這樣也是自表不自本 別拖下山, 別看著你 不下… 對…不下… 對了, 你怎麼受傷的? 他們是壞人 壞人?這壞人找箭射你 對… 那這壞人在哪裡? 在那裡… 在裡面? 來…來… 來… 示範 就ない一手 我還想發脾氣 怎麼… 好, 保安 你怎麼知道 我相信我 民團那群人抓了我們的兄弟 那怎麼辦? 沒錯, 我們怎樣也要那群兄弟回來 對… 那群兄弟, 你們是嗎? 是… 一群兄弟… 沒錯, 那群民團抓了我們的兄弟 以為我們怕了他們 所以今晚就要給他們點顏色看 我已經查探過了 他們民團的人數不多 就算他們守著這條村 我們今晚也要殺一個措手不及 大家好… 好, 殺他… 我昨天在山上跟那群山寨交了我的手 好, 阿堅, 你帶兄弟到手下 大聲, 但那裡之前都找過了 你再帶兄弟, 整個山手 我就不信找不到他們 是 你們跟我來 鍾義堂這次比那些官差更緊張 總之這次還有什麼差池呢? 他們鍾義堂玩完了 當然了 對了, 飛鴻哥去了哪裡? 去了這麼久? 誰知道, 還是去做正經事 別說了這麼多, 巡邪吧 走吧 趕快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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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果然虎虎無犬子 黃師父為公子, 少年英雄, 本領高強 全憑你, 這次才是平定山賊之亂 把山賊老賊賭破 立雲大人, 看我過獎了 其實這次不是非凡一個人的功勞 還有大教頭, 要不然只有他相助 不過, 我想一個人也不可以擒賊賊 正如爹所說 其實這次是民團和忠義堂 每一個人的功勞 忠義堂這次是為佛山百姓出力 擒拿山賊實在功不可門 大人客氣了, 在下只不過是略進免力 鵝足掛齒 本官一定會好好的表現大家的功績 謝謝大人 想不到佛山的小小地方 出了兩位少年英雄 希望兩位繼續為佛山考慮 紅飛四方, 無巨遠無岸 人公我當, 躺我的血糖 難不死方, 誰給我坦蕩 人手我創, 只赤手可狼 合拍心我為人, 毫無心意重生 你拍火, 我是我, 只怕淡笑不患做錯 我 forgot, 我會做錯 我會做錯